你早 早上在6点33分 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 五三九的婚姻们 大家早安 社长早餐 社长早餐 我们今天社福机构早餐 吃得非常非常的好 看到没有 馒头一个 牛奶一杯 牛奶是我们用柯林 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的奶粉 虫的 但是社长呢 根本吃一口两口就不吃了 但是非常好 比外面乞丐吃得好得太多了 这个机构照顾人 照得还真不错 中餐 晚餐不错 社长每天都有 拍的出去给各位报道 美食 但是社长是不吃的 社长是吃真正美食专家 台北各大美食店 江浙菜 福州菜 川菜 各大的菜馆 社长都去吃 这是葡萄 有没有看到 台北美食 社长早餐 晚餐 今天早餐就是吃了 馒头加牛奶 社长是一个 常常人士 很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昨天我就搞了三个旅人 跟三个旅人去打炮 告诉你 我是一个成功的常常人士 我懂得享受人生 但是我很努力地工作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常常记者 常常人做记者的只有我一个 但常常人做主播的还有两三个 像宗广那个李亚元也是常常的人 好几个常常的人 像那个 跟崔台军 做电轮椅的 那个做电轮椅他也是追崔台军 社长也是追名人 哪个人我们弄不到 钱嘛 给他砸下去就有了 你没有钱你能干什么 像我们这边人那边苦哈哈 每天白天越是在看天花板 神经病 精神病一大堆 就像我这个亲哥哥一样 神经病 精神病